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扒充的话它其实不仅仅可以去模拟我们的浏览器 包括手机端它都可以去模拟 它可以模拟我们的客户端去向我们的服务器去发送请求 可以实现手机APP上面的自动秒差吗 如果你的技术能力达到这个水平那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仔细来去介绍一下这一句话 前面这些小细节就不用多去理了 不用多去想了 比如说这个路多了继续为啥这句话 大家就可以忘记 好吧 大家就可以忘记 好的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这句话 这个是我们扒充的一个简单介绍 关于这个介绍的话呢 其实可能有部分东西应该懂 有部分东西可能不太理解 对吧 那模拟的话呢 那模拟的话呢就是干嘛呢 对吧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个扒充 对吧 它可以假装成什么呢 它可以假装成我们的一个手机端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浏览器端 又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电脑端 对吧 以及平板端 挺多端的 对吧 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模仿 好吧 模仿它们干嘛呢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模仿它们向服务器去发送请求 好吧 那什么是服务器呢 服务器的话呢 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我们现在访问的任何的一个网站 对吧 每一个网站都有它们对应的一个服务器 包括每一个这个 比如说天猫 对吧 淘宝 天猫淘宝 还有这个京东 对吧 汽车之家等等等等 这些类似的一个网站 对吧 它们都有自己的一个服务器 那关于这个 我还没学过爬虫 这个今天我介绍的这个东西 是要去学习这个爬虫的一个简单原理 当你懂了这个以后 你再去学爬虫 你自己会觉得 对吧 你理解的更加透彻一些 你看吧 然后服务器的话呢 对吧 可以是任何的一些平台 对不对 包括你们自己用的一些这个微信 对吧 微信小程序 甚至微信公众号 它们都是一个服务器 对吧 它们都可能是一个服务器 OK 那么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是要干嘛呢 对吧 我们要干嘛 方请求 我们是为了要去批量的 去获取我们的一个数据 懂吗 我们是为了去批量的获取数据 那这个数据的话呢 分为四大类 爬虫获取数据分为四大类 文本 对吧 以及图片 还有我们的一个视频 音频 像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的话呢 就可以去获取这个音频 对不对 就可以获取这个音频 我想问一下 装了个电脑 我不会装电脑 谢谢 好吧 下一个 总有人 过分 总有人很过分 对吧 老师 你不是学编程的吗 那你给我修修电脑 我正想把你投你一下来 原代码怎么获取 原代码的话呢 不会提供 不好意思 好吧 那么 获取数据啊 回来 回来啊 对吧 他可以帮助我们去批量的获取数据啊 包括这 你们看到的这四大类 对吧 那先打开这个网站啊 大家先打开这个网站啊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就比如说呢 我现在去访问什么呢 3w.百度.com 进行一个回收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啊 回收完以后 通过我们访问这个链接 他给到了我们当前这样的一个界面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 都是从对方服务器里面来的 诶 诶 懂了吧 都是从对方服务器里面来的 包括我们今天 比如说你要去搜索这个酷我 好吧 进行 你看 当我们输入这个酷我之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回收 对吧 那这个步骤的话呢 也是一个请求 懂了吧 那我再点一下 它也是请求 对吧 就你在网站当中的任何操作 它都有可能再发送请求 好吧 明白吗 这个是浏览器帮助我发送请求的 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呢 要去抓到的是什么呢 对吧 我们爬送要去模拟的 对吧 就是这个请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对吧 你去点击网页的一些操作 明白吗 OK 然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呢 再去讲到啊 今天的这个案例 对吧 今天的这个案例啊 这个流程大家能理解吗 大家能不能理解 对不对 我们画两个盒子啊 对吧 我先画一个画啊 让大家理解的更加透彻一些 好吧 然后左边的话呢 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右边呢 是一个服务器 对吧 那一般的话呢 浏览器呢 都是去访问啊 某个平台的服务器 然后呢 向这个服务器去获取数据 然后呢 服务器接收到你这个请求啊 对吧 这个我们叫做请求 好吧 接收到你这个请求以后啊 他会把里面的一些数据内容呢 对吧 就给到你啊 那么这个给呢 它叫做响应 对吧 这个这就是我们浏览器 去访问页面的一些操作啊 好吧 那么爬送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啊 爬送就是模拟成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对不对 那当然这里面 我们是模拟成浏览器 对不对 去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好吧 帮助我们去实现 今天的这个案例 好吧 那这个就是爬送的一个基本流程啊 希望大家能理解 好吧 希望大家能理解啊 有没有不能理解东西 有没有 对吧 那有同学就问了啊 那老师你讲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对吧 那你讲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 其实作用很大 对不对 那当时我们 现在在这里面啊 在我们的一个浏览器里面 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开发者工具 对吧 通过你们的一个右键检查 或者说通过你们键盘上面的一个F112按键 可以调出来一个东西叫做Network 它可以用来看嘛呢 对吧 就是我们网络请求的一个抓包 你看吧 就是我们网络请求的一个抓包 就比如说 我当前在这个浏览器当中 我进行了什么操作 我在这个网页当中 执行了什么操作 对吧 虽然在你实际上 你在这个界面当中 可能看不到太多的一个变化 但是它都会被我们的一个Network去记录 你看到吗 都会被Network去记录 数据怎么传输到Python那样 总是怎么有 总是有很多奇怪的问题 一步一步听 好吧 一步一步听 慢慢来 这些东西你问的 我都会讲 好吧 老师你用的截图是什么软件 我用的是这个 这玩意儿 好吧 刚刚有同学说不能理解 对吧 靓仔呆同学 老师我不能理解 对吧 哪里不能理解 对不对 其实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步骤 对吧 你就不要问 老师我不懂 但是我不说 对吧 你就小心被我砍死 讨厌 你真讨厌 对吧 老师 你用的什么输入法 我用的搜狗输入法 对吧 你怎么不问我 对吧 用的什么显卡 对吧 你怎么不问我 这都 问得很奇怪 你们 对吧 老师 你的嘴是猪来的吗 不要调戏我 不要调戏我 小心我砍你们 好吧 然后的话 我们来到这个network 对吧 言归正传 言归正传 来到networ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好吧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在这个network里面去抓包 那比如说 现在我要去播放一首歌 那是不是在这个network里面 会被记录这个详细信息 对不对 是不是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 对吧 network它会抓出所有的包 那是不是会记录这个信息 对不对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来点击这个搜索 好吧 我们先来搜索一首歌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就以 谁呢 因为我们那个 不以周董吧 周董都已经烂了 不是 以什么呢 以他的歌吧 好吧 以本草纲目啊 对吧 最近好像感觉莫名其妙的 这首歌就有点火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说这首歌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当我们搜索完以后 会给我们去放出这么一些数据 对不对 放出这么一些歌曲 是吧 东西问到 这个界面怎么进去的 F12 好吧 按F12就可以了 好吧 能下载付费歌曲吗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啊 对吧 为什么不想回答呢 问题太多了 我发现我一张嘴已经不够了 对吧 我就挑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问题啊 好吧 不要怪我啊 好吧 然后呢 在这个network里面 我们要干嘛呢 朋友们 对吧 因为事实上呢 刚刚我们去搜索这个 本草纲目以后 对吧 这个network 已经为我们抓到了数据包 懂吗 已经为我们抓到了这个数据包 对不对 但这个数据包在哪里 我们想要的 对吧 比如说啊 现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去获取到这个 所有的一些歌曲信息 它在哪里 哎 我们还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这里面的话呢 在network里面啊 会有它的一些详情信息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 这些信息呢 进行一个搜索 你看下面有很多的 每一行 对吧 都是一个请求 对不对 都是被我们network 所记录的请求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点击这个搜索框 然后呢 对吧 在这个搜索框里面 我们要去搜索 比如说我们要搜这首歌 对不对 比如说本草纲目啊 好吧 然后呢 进行一个回车 那么在回车以后的话呢 对吧 它会给到我们 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啊 它在哪个数据包里面 对吧 你一搜啊 我的天哪 它有这么多 对吧 第一个第二个啊 搜出来这么一大堆 对不对 但事实上啊 对不对 事实上这么 这么多的一个数据啊 对吧 这上面一串内容 都是同一个数据包 对吧 不同时间的同一个数据包 好吧 但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看 对吧 看他们的一个详情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收到的一个请求啊 被我们抓到的一个请求 被network所记录的一些请求 对吧 只不过呢 这个搜索就是 类似于一个筛选工具 你看吗 类似于一个筛选工具啊 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取一些内容 好不好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 OK 点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往后面去看啊 事实上你可以发现 搜索完以后 对吧 它很明显 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那老师 你想要的数据是什么呢 对吧 就是有这里面所有的歌曲的一些信息 好吧 很明显 它不是的 对不对 什么雇佣者 对吧 这些东西很明显不是的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找 对吧 那事实上的话呢 如果说当前 你已经排除了第一个 你看 他们都是一样的一个名字嘛 对吧 你排除了第一个 那么后面的这几个都可以排除 对吧 都可以去排除 然后你们可以点这个 看到没有 点它 好吧 点到第二个 你看的不一样的数据方 然后呢 点完以后 对吧 在这个右边 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可能有部分同学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窗口 对吧 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对吧 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然后呢 首先你们能够看到的 第一个窗口 对吧 就是一个response 对不对 那response是什么东西呢 对吧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器 看到没有 特别看了没有 现在一定要仔细听 对吧 就是这个服务器 响应给我们的什么呢 数据 懂吗 就是服务器响应给我们的数据 只不过呢 它是一个英文名 对不对 它是一个英文名 对吧 就叫response 对吧 那老师请求也有英文名吗 也有 叫request 对不对 好吧 那老师这个窗口能转成中文吗 可以 但是你还是用英文吧 好吧 用英文 这样更加 适应一些 对吧 你觉得编程 你总得适应这些英文 对吧 你不可能说以后 你用中文去敲弹吧 对吧 适应一下 稍微适应一下 我想转成中文 那你可以转 对吧 我没有拦着你 对吧 可以转 在这个设置里面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是有一个 你看 有一个这个 对吧 可以去转这个 你看 看到没有 对吧 可以转成Chinese 但是我这里面不转 好吧 设置里面就有 看到没 有这个语言 对吧 OK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干嘛呢 对吧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想要的数据 其实就有 就有 只不过呢 对吧 它不是特别的好观看 你看 它不是特别的好看 你在这里面看 它全部都在一行 对吧 太他妈长了 你怎么看 对不对 太长了 有些东西可能说 老师我受不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受不了 没关系 你看这里面 有一个preview 对吧 有一个preview preview是干嘛的呢 对吧 它就可以 你看 看到没 看到了吧 那就可以把我们 想要的一个数据 进行一个 格式化的一个展示 对吧 这样去看 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 也是同样的 它也是我们 响应的数据 只不过呢 这样就更加的方便 对不对 那当我们展开以后 对吧 把这个内容展开以后的话 那你看到的就是什么 从零开始到二十九 总共就是什么呢 三十个内容 对不对 总共就是三十个内容 那么这三十个内容 就刚好对应着 我们当前这个网页的 三十首歌曲 对不对 不管其他的 对吧 反正它的数量 已经对上了 对不对 那总之 它是数量对上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没问题 对不对 那老师 华为在研究 用中文 用汉字编程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以为中文 就很简单吗 你以为中文编程 它就很简单吗 你以为的 你以为只是你以为 对吧 不要以为我在套玩 对吧 你们以前自己 在学过文艳文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中文有多复杂 对吧 你不要以为 英文跟中文的 这个写程序 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好吧 你看到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甚至可能更难 好吧 我说的 我说的 甚至可能更难 好吧 然后现在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了 有三首歌曲 对不对 那老老师 这个我还不确定 那你展开看一下 第一首本首纲目 对不对 那第二首 也同样是本首纲目 对不对 DJ版 对吧 就刚好对于 我们的三首歌曲 那就没问题 对吧 那就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 当前这个请求 它的一个详情信息 你看吧 这个请求 它的一个详情信息 那么详情信息 在哪里呢 对不对 在这个Headers里面 我们可以点一下 这个Headers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有这个请求的 一个链接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们先给它留着 好吧 先给它放到这里 这个还挺重要的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访问 我们要拿到什么呢 要拿到这个 歌曲信息的一个链接 一个请求 对不对 但是这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东西 对吧 包括有我们 请求的一个链接地址 对吧 请求的一个方式 请求有没有成功 请求的一个地址 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对吧 下面还有两行 对吧 叫做一个是 响应头 对吧 一个是请求头 那问题呢 老师这玩意要干嘛的呀 对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对吧 关于响应头 就比如说呢 对吧 我们服务器在跟浏览器 进行交互的时候 他们总得去遵循 某一个规范吧 对吧 总得去遵循 某一个规范 那比如说 像我请求的时候 对吧 在这里面 我们请求一个网站 我得需要去找到 我得需要去告诉这个网站 对吧 我需要什么数据 对不对 我得需要给他 类似于这样的一句话 告诉他 我需要什么数据 然后呢 他才会在服务器里面 找到 然后给到我们 对不对 然后呢 像服务器找到这个数据以后 他也会把这个数据 响应给我们 对不对 那这中间 是不是会遵循某一些规范 什么规范呢 就是语言的一致 对吧 就我说 对吧 我比如说 我今天用中文 对不对 那这个服务器呢 也给我用中文 对吧 他们之间的一个语言的一致 不然他们怎么去传输数据呢 对不对 那像我们的一个 请求头跟响应头 它恰好 就是记录什么呢 就是记录这些信息的 你看 对吧 我们请求的一个方式 这是什么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请求的一个数据类型 对不对 这个响应 对吧 包括响应的一个地址 对不对 以及端 这个应该是端口号 我没记错的话 对吧 不对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可以理解为是最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 支持的一个数量吧 好吧 最大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 对不对 包括我响应的一个数据类型 对吧 日期 对不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包括cookie 对吧 你的一个服务器属于什么 还有这个等等等等 好吧 那么下面的话呢 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是响应头上所携带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那么请求头呢 对吧 请求头也有他自己的一些 你看 对吧 也会携带他 我告诉你 我传过去的是什么数据 对不对 以及的话呢 我的是什么编码 我用的语言是什么 对吧 中文你看 对吧 还有我的一个身份信息 对吧 我的一个认证 对吧 请求的一个域名 还有我们的一个防盗链 对吧 包括下面的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那都是他的一些信息 对不对 大家不要 对吧 这些我说的很快的东西 你们不要记住 好吧 这个他本身上 对于我们今天案例不重要 只是 对吧 你稍微理解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明白吗 好吧 那么在了解完这个以后 在了解完这些东西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干嘛呢 同学们 对吧 那我们就要去 模拟当前的这个请求 对不对 模拟当前这个请求 去获取数据 对吧 去把这些内容 给它爬下来 对不对 把这些歌曲 给它采集下来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刚刚已经 把链接给它复制过去了 是吧 已经把链接复制过去了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 我们代码的一个实现 怎么让我的浏览器F12界面在右边呢 在右边是吧 你看点这个 然后呢 有一个这玩意儿 然后再点 有一个下面 对吧 再点呢 有一个左边 再点呢 有一个外面 对吧 这个可以调的 懂了吧 然后前面介绍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同学听不懂的 有没有同学听不懂的 对吧 前面这些敲 对吧 前面这些敲一的同学 对吧 这些零技术同学 对吧 第一次来听的同学 有没有不懂的 有没有 有没有听不懂的同学 我要确定 我要确定 每一个人都能听懂 好吧 如果说你听懂的话 大概听懂的话 好吧 可以敲个一 好吧 可以敲个一 对吧 不然我讲这个东西 就没有意义了呀 对吧 我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为了让你们去 理解这个 它的一个过程 你看吗 不然我干嘛讲这个 我显得淡疼 我显得淡疼 对吧 肯定不是的 对不对 好吧 OK啊 懂了就可以 没懂一定要真的跟我说 哪里不懂 可以吗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 下面的话呢 我们去讲这个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吧 那关于代码实现的话呢 其实关于爬虫 最重要的就四个步骤 对吧 第一个是发送请求 第二个是获取数据 第三个呢 是解析 对吧 解析数据 然后第四个呢 是保存数据 好吧 发送请求 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就是访问网站 对不对 只不过呢 我们要通过代码去实现 是吧 然后获取数据呢 是要把我们服务器 响应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给它获取下来 对吧 这个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是解析数据 那你想一下 像这里面 对吧 它响应给我们了很多内容 对不对 响应给我们这么多内容 那事实上我们需要的 只是这些歌曲而已 那怎么办呢 对吧 在第三个步骤过程中 我们就要把这些 想要的内容 给它提起出来 你看吧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们再去保证数据 当然这个我们待会再去讲到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先去实现前面三个步骤 OK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导入一个模块 通过你的一个import模块 去导入一个request 好吧 它是干嘛的呢 像python当中 它有很多的一些第三方模块 好吧 那这些第三方模块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实现 很多的一些功能 对吧 比如说像request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访问 对吧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模拟请求 你看吧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模拟请求 好吧 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 懂了吧 那么这是一个工具 那当然老师 解析数据也有工具吗 保证数据也有工具吗 或许数据有没有 或许数据是没有的 当然这三个步骤都是有的 好吧 都是有它自己对应的一些工具 可能 而且发送请求 它可能还可能有更多的一些工具 对对 可能不仅仅只有一个 可以发送请求 还有其他的工具也可以 对吧 只不过 因为这个工具呢 是用的最多的 你看吧 就跟你去拧螺丝一样 对吧 你那个十字的一个螺丝 你不可能用这个 对吧 用镊子去取吧 用镊子去拧吧 对不对 你肯定要用这个梅花旗子 对吧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工具 好吧 那酷是什么 酷就是工具 对吧 模块就是工具 酷也是工具 对吧 它们只是 不投了名字 好吧 那么OK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去讲到 对吧 我们怎么样通过它 去帮助我们发送请求呢 对吧 实现第一个步骤呢 先把这个request呢 你看 先给它写好 对吧 先把这个工具包 给它放下来 那么放下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干嘛呢 在后面 我们来一个点 对吧 那点什么呢 这里面就有很多内容了 有点get 有点post 有点session request request 对吧 等等的 有这么多内容 那我们要点谁呢 我想敲错了吧 req ests 没敲错 好吧 那我们要点谁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 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 请求方式 好吧 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面介绍的 对吧 你看 除了这个链接以外 对吧 它还有我们当前的一个 请求方式 叫做request method 对不对 叫做request method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 请求方法 对吧 这个点是什么 对吧 这个点就是点 好吧 我们调用功能的一种方式 你看吗 我们调用功能的一种方式 你要我再介绍的详细一点 对吧 就相当于什么呢 对吧 就相当于你拿了一个工具包 对吧 工具包里面呢 有这个电钻 也有起子 对不对 但你要去拿出来 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去打开这个工具的一个步骤 好吧 然后呢 要去使用到里面的一个扳手 好吧 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网页呢 对吧 它的一个方式呢 是get 那我们在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也要对应这个get 好吧 也要对应这个get 那老师如果说它是post的呢 对吧 我是其他的请求呢 那你就按照这个去写就可以了 好吧 那为什么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先去准备一个url 对吧 先把这个链接 给它干嘛呢 给它放下来 你看 给它放下来 对吧 那当前你看到的这个url 就代表什么呢 这个url啊 实际上就代表 你可以理解为你们初中当中 所学的一个东西 叫做x等于1 对吧 然后y等于2 就类似于这种东西 你看 这里面只不过 我现在把这个1 对吧 和这个2 给它替换为了这一串 对吧 这一串链接而已 那么现在这个url 就代表当前我们这个网页 你看 那是如果远程老家的电脑 做非法发生 能查出来吗 我只能跟你说几个字 对吧 叫什么呢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对吧 逃得了和尚 逃不了庙 对吧 怎么总是有人想着 对吧 我掌握了技术以后 我一定要去犯法 对吧 你们属实让我有点震惊 对吧 我估计这种想法的 还不止一两个 可能很多 对吧 import是标准库吗 import是导入 对吧 导入模块 好吧 他就告诉你 对吧 你要去做一个 导入的一个步骤 你要导入谁 对吧 老师我不听 我看不懂 对吧 翻译 好吧 翻译 对不对 进口 表明 对吧 我张三有话要说 对吧 我们是爬松课讲堂 不对 我们是爬松课 不是法律课堂 好吧 这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 我不理解 好吧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按照我们刚刚的一个操作 对吧 按照我们刚刚的一个步骤 我们请求完以后 对吧 像服务器的话呢 会给到我们一些数据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去访问这个网站 你去访问到这个UIL 对吧 那UIL的话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 既然是模拟 对吧 既然是模拟 那我们就要模拟的比较的像 对不对 就要模拟的 它非常的像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对吧 非常的像浏览器 它才能够去 干嘛呢 才能够去拿到数据 对不对 那不然它被反拔了呢 对吧 对不对 不然它被识别了呢 像我们爬上模拟生产器 如果我没有做模拟的这个操作 对吧 我随便去警救 那如果说服务器识别了呢 对不对 那可能就会对我们做一些 制约的一些操作 对不对 可能不会给我们数据 比如说现在 大家来看一下 对吧 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来 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好吧 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右键通过这个运行 OK 那么运行完以后的话呢 你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什么 对吧 response 200 不对 response 403 对吧 200念多了 每天都是200 突然有点不适应 对吧 那403是什么意思呢 response我们知道 response它就是一个 对吧 响应 对不对 那403是什么呢 来 你来看 对吧 像我这里面的话呢 准备了一些状态 大拳 对吧 一个状态 马大拳 好吧 就里面的数字呢 它可能会 有时候可能会不一样 有很多 对吧 它有多少呢 从一开始 可以到500 对吧 可以到五开始 对不对 那我们 你可以 挨挨挨挨去看 可以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我们当前的这个403 对不对 然后看 对吧 它说服务器理解 对吧 我理解你 但是我拒绝你 对不对 我理解你要我数据 对吧 但是我拒绝你 找我要数据 太过分了 对吧 我不能忍 对不对 你们能忍吗 对吧 我不能忍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加 对吧 加一些东西 对不对 403的意思呢 就是 他理解我 对吧 但是 不给我 对吧 就很烦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这里面 来一个伪装 对吧 来一个伪装 服务器怎么判别是 扒仇 对吧 服务器怎么判别是 扒仇 你这个请求 发送过去 它会携带一些信息的呀 对吧 如果说你不加这个伪装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里 不加这个headers 对吧 那他默认的会给我们 加一些奇怪的信息 对吧 在这个request里面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headers 对不对 headers的话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 有一个默认的一些信息的 对吧 你如果说不加他 就相当于你没穿衣服一样 对吧 你不可能说你不穿衣服吧 对吧 好吧 这里面好像没有 对吧 反正他会默认 比如说呢 你这里面不加headers 对吧 我这里面呢 对吧 headers干嘛 对吧 比如说我要填写一些 我们浏览器的一些基本信息 对不对 浏览器的一些基本信息 对吧 然后呢 像这个服务器呢 他可能还会做一些 其他方式的一些教育 好吧 那这些东西在哪里呢 都在我们的一个请求头里面 好吧 都在请求头里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面说到的 请求头的一个作用 还记不记得 对吧 不就是 对吧 当前我们的一些信息 都在这里面嘛 对不对 那这些信息 他可能就会做一些教应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这些信息 给他抠下来 你看 被他抠下来 然后给他放到 这个headers里面 对吧 想一些 我还是稍微的强调一下 好吧 因为我们课堂上 现在打岔的人太多了 打岔的人太多了 对吧 那如果说真的是 有想要仔细听支点的人 你们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把这个讨论区给他关掉 对吧 可以把这个讨论区给他关掉 对吧 可以不尝试去听这些人的话 对吧 我已经被你们干扰了 好吧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对吧 我 我一直看 我给你们讲支支点 结果你们跟着闲聊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太讨厌了 太讨厌了 好吧 代码里面的单词 单个分开我看不懂 但是连在一起我就看不懂了 对吧 连在一起我就看不懂了 那你就看注释 好吧 那你就看注释 可以吧 那就别看这个了 干脆你就别看了 对吧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呢 我也不是让你全部能够看到这个代码 好吧 我们一步要去做 OK吧 不开会员能爬吗 不告诉你 气不气 对吧 我知道 但是我不告诉你 对吧 你们让我气 我就气你们 对吧 那现在的话呢 他给到我一个200 对吧 那么200的话呢 是啥 对吧 就是OK 对不对 请求成功 你看 对吧 那请求成功的话呢 好办 对不对 好办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干嘛呢 就可以获取数据了 对不对 就可以执行我们的第二个步骤了呀 是吧 老师你好骚啊 没有啊 没有 OK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要去获取数据 获取什么数据呢 就是这个preview 对吧 包括这个response 那这个数据我们怎么获取呢 在这里面 获取数据有很多方式 有很多方式 包括呢 有点test的 对吧 那么点test的话呢 是获取啊 获取我们的一个文本内容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点我们的一个content 对吧 这个是获取二进制数据 那这种情况下 在你 比如说你去访问一些图片 对吧 一些音频 一些视频的时候 可能你要获取 对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点json 好吧 这些方式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么点json的话呢 是干嘛呢 它是获取我们的一个 呃 json数据 好吧 获取这种数据 并且呢 在我们pathon当中 可以直接转变为 我们的一个字典 好吧 可以直接转变为我们 pathon当中的一个字典 好吧 那么对于字典的话呢 在pathon里面其实是特别好 去举直的 好吧 json和字典什么区别啊 他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 好吧 可以互相转变 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懂吗 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啊 他们两者之间可以进行互相的转变 对吧 啊 并且的话呢 呃 阶神 阶神字不串啊 它是一个字不串吧 对吧 因为它本身的话呢 我们通过点test的 来你看 点print 打印出来 对吧 它给我们看得到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是这样的一串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串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 对不对 但是呢 呃 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 大家想一下啊 我们接下来是要去解析数据的 对不对 啊 要去解析数据的 对吧 我们得 我们得为下面的这个操作 干嘛呢 对吧 奠定基础 你看吧 啊 得做铺垫啊 不然的话呢 对吧 我们怎么样去解析数据呢 对不对 啊 你想一下 如果说我现在 在这里面 我直接把这个request reesponse点一个test的 把它拿出来 你知道怎么去提取数据吗 你没有任何的头绪 对吧 你没有头绪 对不对 那这里面 如果说我现在给大家去介绍我们的一个字典 啊 对吧 字典的话呢 啊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像这样的一串东西 好吧 啊 就是一堆大挂挂起来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分了 它分我们的一个件 对吧 以及我们的一个值 你看 这个就是字典 对吧 啊 先看看什么数据类型的 对吧 啊 其实很简单 你现在可以打打印看一下 对吧 type啊 对吧 啊 这样的话呢 可以去看到啊 它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本质 啊 就像你们脱了裤子一样 对吧 能够看出来啊 到底 对吧 你有没有 对吧 啊 这个type的话呢 就是去看到它的一个本质 啊 我们发现它的一个本质呢 是str str的话呢 它就是字符串 对吧 那我们需要给它转变为字典 那字典的话呢 可以取值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啊 字典 然后呢 中国号 你看 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键 哎 就这样 去取到这个值 你看到吗 啊 但如果说它是字符串 我们不能这样取 对吧 啊 不能这样取啊 因为你看到像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吧 都是长这样的 对不对 都是长这样的啊 好吧 所以我们如果说有 有点的话呢 就更好去取取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要干嘛呢 哎 就要去 哎 好吧 就要去点什么呢 哎 点我们的一个json 你懂吗 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json啊 json data json的一个数据 好吧 然后呢 来来来 老师我还想看到脱一次裤子 对吧 那就来啊 type 对吧 你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就不一样了啊 对吧 那是不是变了 对不对 就成了一个字典了啊 对吧 那我们下面去提数据的话呢 就会方便很多 好吧 就可以直接的去使用中括号去取值 对吧 那我这里面再来啊 可能有同学还没有听清楚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要获取到这个code 对不对 获取到这个200 那我们怎么获取呢 对吧 来啊 你就去写一个中括号写一个code 对不对 点一个print 来啊 你就可以看到当前输了了200 对不对 那老师我想获取到这个玩意儿啊 这个什么time 对不对 那你就这样去获取 看没有 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是不是提取的方式很简单 对吧 直接中括号就可以了 对吧 像里面那些歌曲 对不对 在这里面 对吧 不就是中国一声一声一曲嘛 对不对 有没有不同的同学 我发现现在已经有同学 我已经劝退了一部分同学 对吧 还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终于走了一部分 没有耐心的人 对吧 那接下来有耐心的同学 能听懂吗 能听懂吗 已经有人开始不懂装懂了 别这样 对吧 怎么每次一问 怎么每次一问就是有 对吧 听懂的也是这些人 听不懂的也是这些人 怎么回事啊 对吧 怎么每次都是这几个人啊 能不能换一点别 换一点新的人 对吧 就说一下懂或者不懂 对吧 我看你们都看腻了 对吧 VIP的可以搞不 可以好吧 可以了 别问了 别问了 我都要被你们问烂了 可以可以好吧 别问了 好吧 不要再问了 求求你们 对吧 我都已经答应你们了 好吧 你们就不要再问我了 对吧 老师讲的字典很多 但是都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我没学过 对吧 你要学过 那就见了鬼了 对吧 不对啊 你要学过 就达不到我想要的感觉了 你们啊 对吧 像你学过的话 可能说 这个还挺简单的 对吧 就这个字典 但是有些东西 确实老师我没学过 对吧 没学过 那确实学起来 会有一些困难 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没办法 对吧 你学一门技术 就像什么呢 对吧 像中国啊 中国一直到现在 到现在这种程度 对吧 只要是什么呢 只要是跟钱挂宽的东西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只要跟钱挂钩的 不管是什么 没有一个简单的 但是没办法 对吧 你不能说 你就不学了吧 对吧 你不能说 你就白烂吧 对吧 这也太 对吧 太离谱了 对吧 很多都写进了刑法 工作 你螺子很简单 对吧 也不是没道理 也不是没道理 对吧 慢点 我接受不了 忍一忍 忍一忍 好吧 然后把这些内容 给它汇计下来 大家你来看一下 好吧 门提取了这个RID 对不对 这个是RID 你看 我觉得我的速度 已经很慢了 对吧 你要是还是觉得快 我觉得 你可能是在抄代 我可能你是 我可能觉得你是在抄代 对吧 估计现在不说话的同学 有80% 在抄代 是不是 对吧 是不是了 肯定是的 这个有回放吗 有的 有的 有百分之百 老师能问一下 Request模块和UIL Lab的区别 是什么 是什么吗 可以 好吧 可以 Request的话呢 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UIL Lab开发的 好吧 它是基于我们的一个UIL Lab开发的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UIL Lab是它的一个底层 对吧 但是呢 Request它更好用 对吧 以及呢 它用的人也更多 包括你们以后 对吧 去工作的话呢 用Request的这个几率 比UIL Lab大太多了 对吧 这个就是它的不一样 以及Request的话呢 对吧 因为由于 由于它是基于UIL Lab开发的 所以它更简单 也更好用 你看到 它更简单 更好用 这就是它们最简单的一个区别 懂吗 找我老婆 你回放就好了 我呸 你老婆 那如果是那种字典类型的列表 怎么转成字典类型 什么叫字典类型的列表 什么叫字典类型的列表 没有这个说法 对吧 没有这个说法 好吧 这个啊 很明显就是基础没学好 对吧 说实在话 你如果说基础没学好 我都要猜你是说的啥 我都要猜你是说的啥 对吧 可能你说的是这个 对吧 可能有的你说的是这个 对吧 这个list 对吧 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线套有字典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手握钞票 对吧 那么事实上呢 像这些东西 有同学已经问到这个问题 那我就不可避免了 跟你们说一下吧 好吧 跟你们说一下吧 尽管你们还是问到了 那我就说一下 因为像Pathom里面 像你去学基础上 可能你学不到 对吧 像如果说你自己在 从事一些操作的时候 可能你会发现 对吧 你会发现什么呢 对吧 这个字典里面 你看我们字典本身 是长这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有很多的剑制队 对吧 有很多的剑制队 但是呢 对吧 这个是1 这个是2 这个是3 但是呢 你也感觉不对劲 对吧 那这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剑2里面 它给我变了 它变成了一个 你看中国号 对不对 中国号里面又变了 你看变成了这玩意儿 对吧 中国号里面的元素又是这个 那老师我就晕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吧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我先给你们复制一下吧 好吧 先给它P量的复制一下 这个是4 好吧 这个是5 这个其实很简单 对吧 它本 至少 你如果说按照它的一个整体来说 就这一整体 它是什么呢 对吧 它是字典 那如果说老师 我要看到里面的一个值 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你看 这个值 对吧 就是属于是一个字幕传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值 对吧 这里面的这个值 就属于是个列表 那列表里面的 嵌套 它就相当于套娃一样 对吧 字典 嵌套 原 字典 签套 列表 然后呢 列表 签套 字典 对吧 是不是套娃 对不对 是不是套娃 疯狂的签套 对吧 这个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形式 那老师 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去提取呢 对吧 同样 你一层一层来 那老师 我现在这样 不是特别的好去观看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你来看 我现在给它进行一个回车 对吧 给它来一个回车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对不对 那这样去看的话呢 会不会方便一些 对吧 那比如说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要去提取到这个键二 对不对 键二里面的值嘛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键二 比如说这个字典呢 叫做A 叫做A吧 对不对 那我就通过这个A呢 去获取 比如说中括号 然后里面的话呢 写一个键二 你看 来一个键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列表 那列表我们怎么取值的呢 对不对 是不是中括号 零一二去取值的 对吧 我们就要取到这个值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 你看 可以吧 我们这样去取值 就可以取到这个值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取值式 是吧 懂了吗 懂了吗 同学们 等了吗 不会字表 不会字典和列表的 可以去学基础知识 Person中基础的数据类型和常用的数据方式 好吧 懂了 懂了 那我们就过了 那这个值点就过了 对吧 那这个我们提起就提出来了 对不对 好吧 那么我们就继续 因为事实上 我们把这个那种提出来 还是有作用的 对吧 那老师 这个歌曲去哪了 对不对 那歌曲去哪了呀 很简单 对吧 歌曲去哪了 你看 我们现在还没有抓包呢 好吧 我们现在还没有抓包呢 对吧 包括我们刚刚呢 去提取的这个 你看这玩意是啥 对吧 这个就是歌曲的一个ID 歌曲ID 对不对 歌曲的ID 这个还挺重要的 对吧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执行后面的一个下载歌曲 对不对 好吧 有没有爬虫接单的群 有 有 对吧 在我们VIP里面 在VIP里面 对吧 圆满哪里需要 你自己敲 好吧 自己敲 那总是想着这个 对吧 你怎么知道 二ID是歌曲ID 你来看一下 仔细地看一下 对吧 那这里面除了有二ID 还有什么ID 对吧 你自己看一下 除了有二ID 还有什么ID 老师我要杠 你看 这个MNV Playinfo里面还有个VID 对吧 你花点脑子想一下 你看这个MNV是什么 MNV是什么 对吧 对吧 MNV不就是MNV嘛 对吧 视频的一个ID嘛 对不对 但我们需要的就这个ID 你看到没 对不对 那就只有这个ID 不然还 对吧 那怎么办 那还有什么ID呢 对不对 那就没了呀 是吧 别喷 别喷 对吧 别喷 不要这样 这个造型胡同学 已经憋不住了 已经憋不住了 别这样 我不希望你们 好吧 因为大家都是 对吧 没错 大家都是从基础过来的 对吧 你也要去理解别人 没有基础 对吧 要理解一下 互相理解一下 好不好 对吧 为什么我的代码报错了 对吧 因为我没有让你去敲代码 对吧 那你报错了 我可不管你 好吧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歌曲 怎么去下载的 对吧 我们先来去找一首能够播放的歌曲 好吧 先来找一首能够播放的歌曲 来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进行一个播放 好吧 刚刚那个啊 刚刚有人说到啊 哪里有VIP的一个 不是 哪里有这个 我们的一个兼职阶端啊 在我们的一个VIP里面 好吧 在VIP里面啊 待会儿等一小会儿啊 我们也会去介绍我们的一个VIP的一个课程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像现在啊 我们去播放了一下 对吧 我们刚刚啊 刚刚进行成不操作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刚点击了立即播放 看到没有 点击了立即播放 然后呢 他给我们抓到了一些数据包 对不对 那这些数据包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点击产生的 对吧 那产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音乐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有这个MP3 是不是 有这个MP3 还有第一个 而第二个 对不对 那这个MP3啊 大家可以打开 好吧 可以自己打开 然后播放一下 对吧 听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那些歌曲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歌曲 你看吗 好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 因为这个歌曲的信息 你看我们是要通过 我们那个ID去干嘛 对不对 我们要通过ID去下载歌曲 对不对 老师ID是这一算数字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没有这么简单 这个ID会变化 你看吗 这些内容也会变化 这个链接它都会变化 老师我不信 对吧 那你重新加载一下 对吧 我把这里面的内容干掉 然后再点一个播放 对吧 再点个播放 然后呢 你去看到的一个内容 对吧 然后呢 你再看到一个链接 对吧 这么一串东西 它就发生变化了 跟我们刚刚不一样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我们实际上呢 要去抓到的包 就不是这个了 而是什么呢 到底是谁生成的它 对不对 那到底是谁生成的它 我们不知道 对吧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然后重新点击一下播放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链接 复制一小段 进行一个粘贴回车 来你找一下 对不对 找到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当前这个音乐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对吧 这个工具还挺要用的吧 是不是 对吧 点这个preview 之后的话呢 你就看到 这里面有个UIL 对不对 那这个UIL 你一看 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地址 没问题吧 对吧 那老师这个地址会经常变化 对不对 那我就把这个 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 对吧 来看一下当前这个链接 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对吧 它会变化 变啊 你怎么不变呢 讨厌 真讨厌 讨厌 太讨厌了 够变 够变 结果 他发现 他不变了 不给面子 不给面子 好吧 但是 我还能圆 你听我圆 听我解释 好吧 听我解释 对不对 对吧 那你想一下 因为每一首歌 它前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前面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不规则的 你看我意思吗 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你这个规律 我怎么去构建呢 没办法了吧 懂了吧 所以我们才要用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要用这个链接 是吧 听我解释 差点吓死我了 不过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可以吧 对吧 还没有 既然真的没有任何变化 你说这个离不离谱 管它离不离谱 反正就这样 好吧 OK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 对吧 如果说我们需要去下载歌曲 那么怎么办呢 对吧 你看这里面有个ID 那我 它叫MID 影响我传这个RID吗 不影响 懂吗 不影响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干嘛呢 来 把这个RID 你看 我们准备一个UIL 这个是Music UIL 对不对 那你就把这个RID 给它放进来 对吧 给它试一试 你看看 放进来 然后前面来个F 对吧 可以去传入我们的一个变量 转入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Music URL 看一下它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要的歌曲 每一首歌曲的一个链接 对吧 就都出现了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吧 对吧 对吧